對很多漫威迷來講呢 這幾天滿開心的 因為期待好久的大片 上氣十環傳奇最新的預告片 已經釋出了 那麼很多網友看完之後呢 有兩個觀點 第一個哇梁朝偉好帥喔 而且還全英文的對白 但第二個點呢 就是很多人覺得 怎麼看那麼久 覺得主角怪怪的 越看越像習大大 莫非習近平真的跑去 好萊塢野電影了嗎 當然不是喔 不過這個主角呢 倒是滿相似的 所以藉此呢 就有人在講了 這是不是美國呢 借電影呢 趁機要來向大陸來疏好呢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今天請到專家陳彥哥 我們從各方面 一塊來聊一聊 陳彥哥 對於這個漫威有什麼感傷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 我跟梁朝偉 其實完全不像 你以為我要問說 是不是神似 只是頭髮 他的髮型 我有模仿到他的髮型 其實這一次 我覺得暑假這一片 我覺得是真的滿期待的 因為很久沒有 真正好看的這種大片 尤其是這種漫威的電影 說實在我也很愛看 因為從去年開始你知道嗎 黑寡婦本來就要上 五月要上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一直往後野 好 然後中間都一些很奇怪 要不然就是復刻版的電影 所以這一片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 所以你看喔 這個預告一出來 大家真的很認真的去研究 我原本以為梁朝偉是主角 合理嘛 對 以我們的角度來講算 即便是好萊塢大片 早梁朝偉也很合理 國際巨星 之前有一部他演武俠裡面的 一個主角 也是詮釋得非常非常好 但我就想說奇怪 就是你剛才在講 我就想說 這個人怎麼很面熟 但是因為這個人坦白講 我不是那麼熟 但是我知道這個人我有看過 後我就越看越看 這不是習近平嗎 後來我覺得 不就習近平嗎 但是又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習近平的年齡跟 那個照片 那個男主角 其實年齡有差 有有有 有差 可是我就覺得說 可是真的很像年輕時候的習近平 我嚇死了 所以會不會化妝 你懂我 習近平化妝 稍微補一下 其實看起來光線一打 就可以年輕很多啦 但我覺得習近平 應該沒這個空去好萊塢拍片 哪有 他前一段時期 不是省引了一段時間 拍片 拍片可以密集的先把他的排好啊 其他人再補啊 哇 那這樣習大大跨界演出跨太大 合理啊 合理嗎 結果後來我發現是我 我自己想太多了 真的很妙 為什麼這一片 我覺得有幾個很妙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一部片是漫威電影 是 後來這一位啊 上戲 其實也進入了漫威 沒錯 而且會隱形 好像是隱形的 他應該是難得很多沒有武器 他就是真人你知道 拳拳倒肉型的 而且他好像是以李小榮為那個 笨 然後因為 劇中他的父親就是梁朝衛 訓練他嘛 訓練你這麼久 你怎麼樣怎樣怎樣 那個霸氣 對不對 好 但是有 我們仔細看 華人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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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華人的角色 楊子琼也在裡面 梁朝偉 如果按照一般片子 出現兩個這種 坦白講 對他我不是那麼熟 但我覺得這兩個 就是國際巨星 一般片子 有兩個國際巨星 基本上 已經是頂級大片了 這麼多華人角色 在裡面 可見這一片 是被他們這一次 好萊塢視為非常重要的 一個檔期 對不對 尤其是暑假 聽說是七月九號 七月九號上映 但是你說 華人看 奇怪 這兩個人 真的很像 年紀真的蠻上的 真的很像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 好看不好看 我們先不要評論 因為剛才豪哥一直說 很像張立東 是你說醜的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醜 你沒有說醜 我說他也蠻像張立東 這跟習大大蠻像的 眼睛的部分 眼神 鼻子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說 第一個你找 你找男主角 你怎麼會 這個要這麼巧合 也不是只有這樣的一個華人演員 對不對 華裔的演員 怎麼就那麼巧 你可以講巧合 但有時候無巧不成書 為什麼就神似 難不成 這中間有一種嗜好的味道在裡面 第一個 好 那如果我沒有嗜好的想法 那一個華人就好了 你全部都華人 對不對 感覺可以趁機打入中國市場 沒錯 對不對 雖然這個一出來很多這個大陸的網友 其實罵爆了 怎麼講很多 那個內容我是不方便描述 對不對 我不方便描述 但是我跟你講有時候是這樣 會嫌貨的才是買貨的 到時候我跟你保證 大陸的票房肯定爆 有 我覺得應該有希望 而且大家就是要去看 到底有多像 好啊 來看一下 好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說真的 我們不能否認 中美關係真的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但是在緊張當中 我們不能去把一些平衡的關係打破 所以可能有時候緊 有時候鬆 有時候緊 有時候鬆 那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看 為什麼會講最近又要來緊張了 是從拜登上台以後 這兩位 這兩位我不用多介紹 大家一定要認識 不認識的 這有程度真的 不認識你真的是不行 程度真的不行 可以不認識我 但是不能不認識這兩位 你看 他其實他們一直沒有 王不見王 一直王不見王 但是這一次 拜登要主持 而且這一次的議題也很妙 為了全球而努力 因為是氣候變遷的 線上高峰會 所以有沒有機會 因為有邀請 他也同意 但不是現場的 就是說線上的方式 那還是等於有 真的參加了 說實在 透過視訊的方式 還是有碰到面去做對談 但會不會出現 我們不知道 但目前是答應的 因為之前你知道 因為大陸方面 不是派了凱瑞先過去嗎 對不對 那因為不是感覺 外界的講法是說 感覺是給美國 吃了一個軟釘子 因為他不在北京接見你 對不對 我在上海接見你 然後是離開之後 才發表所謂的聯合聲明 所以這一回 在氣候變遷上面 到底習近平會不會露面 大家也在關注 如果你露面的話 代表我跟你 你美國算是OK OK 可能是一些問題 我們在一些軟議題上 我們還是可以討論的 而且因為實際上 大陸現在就碳中和 這個角度 也是非常努力的 在往碳中和邁進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 大家如果有共識 似乎也給拜登面子 但是那同時 兩方的關係 是不是能夠軟化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要講 這中間還是很多 很妙的地方 哎呀 這個豪哥 你看 你對我們真好 哎呀 但是 就突然出現一個霸場 好像一種轉折 因為你看 4月20號的 博奧亞洲論壇 好 習近平講了一番話 這番話很蠻妙的 我稍微念一下 有國家對他國 依止氣死 一般我們講 依止氣死不好聽 來 你來 你怎麼樣 指著別人鼻子 對不對 好 然後他說 世界要公道 不要霸道 然後大國要有 大國的樣子 哪一國 有國家 哪一國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哪一國 他不會講 他不會講他自己吧 他算大國 這個我們也不能否認 那到底 他是要再講誰 這個很妙 當然講他 案子就是美國 當然案子 但是又沒點名 這個很妙 比如說 你知道我旁邊 我說像有的主持人 不知道 比如說類似 是是是是 結果現場看一看 只有你一個主持人 只有我是主持人這樣 那這樣不是 就是在講你 你不要誤會 我不是講你 我是講有一個波氣象的 你不要誤會 什麼什麼的 那波氣象又走近了 說我不是講你 我也不是講你 我是講另外一個 我就保留彈性 給你在這邊 對 那意思是什麼 其實心裡面 還是有一些不是之位 為什麼 4月16號 拜登跟日本首相 在白宮舉了一個 美和聯合峰會 好 講了一個什麼 講了一個台海和平 對 對習近平來講 台海這個是一個敏感議題 是 那問題是 這個已經很久 沒有談到這件事情 從1969年之後 為什麼突然來談 這件事情 對不對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講到美日安保 講到說 怎麼樣維護 台海的和平 對 當然 美日安保 是不是就是台日安保 不是畫上等號 而且在這種過程當中 是一直說 要來協助 協助 協助我們 而不是說直接來介入 對 那問題是 我們當然聽了 還是滿高興 如果 這個好像說 浩哥 以後有什麼問題 來找我 對 然後 就像那一天 有一個人在路上 我去打高爾夫球 他遇到我 就問我一堆股票 他就 好 就回答 回答 後面 然後講一講說 下小時你有在打球 改天 就一起下場 約一下 他說他都有票 對 我說好啊 好啊 好啊 這樣子 好 問你他要怎麼約我 對啊 他就說 我沒有你的電話 我就沒管他 其實類似這種味道 就聽得很舒服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次 是禮貌性的回答 對 對不對 禮貌性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我們叫公關式的回答 是不是 對 所以你看 不 難道以前沒講過嗎 布希侯媽媽也談過 對 那最後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時候 有時候我們要 要去理解 到底是一種場面話 場面話 更白話講 還是真的 他們願意付出行動 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像外界講 美日的聯合宣言 這一方面 很多人就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 日本其實沒太管台灣 主要還是自己的利益 因為在日本 日本方面 他本身是屬於 能源進口國 沒錯 他的東西 其實是要經過台灣海峽 那如果今天 我台海發生了戰爭的話 我會影響到日本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日本 現在當然是要靠美國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有 這部分的一些想法在 所以是不是真的 如果台海真的 發生危機的話 日本真的會 第一時間出面嗎 目前不知道 不知道 那當然日本出不出面 我們不是那麼care 因為我們最care 還是美國出不出面 所以最近有學者說 這個習近平 可能突然 頭派起來怎樣 哪根筋不對 啪一個就 攻擊台灣或離島 好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當然兩個想法 第一個 我們自己的防衛能力如何 第二個 你不是說要幫我們嗎 美國 好 那你花多久的時間能趕到 我跟你講 有問題就找我 好不好 豪哥 我跟你講 沒問題 我電話給你 你不要說我沒給你電話 有問題就打 打給我 好不好 你真的出問題 你要打來 在哪裡 台北 可是我現在在金門 對 你不是在 在台灣本島 不是 而且現在起雾 所以我也回不去 是 那我幫你想想辦法 好嗎 然後你再打我電話 就不接了 對 你願意接電話 還算是好事 不接電話那就慘了 沒有 問題是我接電話 也表明了 我趕不來 是是是 沒錯 好 所以怎麼辦呢 不然這樣子 我給你另外一個電話 好不好 所以你看 他就乾脆 他其實 我覺得他也大概 知道他不會敢來 是 所以他想辦法不斷的賣武器 因為沒有人願意 引火上升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打台灣的話 那我幹嘛 惹到我日本這邊來 我不要啊 所以我乾脆請美國賣武器 給你比較好 你自己自保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大家都在 就在追蹤 結果大家就發現 研究一下 我們的 譬如說 陸軍的一些武器 然後他就 他就說 他們說 博物館等級 然後其實前一段時間 我在看這種 軍事博物館裡面的東西 我對應一下 真的就是那個 那個時期的 一直到目前為止 會不會你那時候當兵用東西 到現在我還 應該沒什麼更新 沒什麼更新 這博物館真的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 這樣的武器 給我們這個自走炮厲害 給我們 當然是好事 我覺得是高興 防禦 能夠提升我們的軍力 這個是絕對沒有錯 但是 這個就是一小步 甚至更白話講 有學者講 軍事專家講 就杯水車心 等於說起火了 他給你一杯水 說救火吧 這杯水 你自己想辦法發揮 你不幫我 是 我有點忙 就是類似這樣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那因為這個高峰會的部分 其實大陸有表達強烈的不滿 但是美國 你說他真的會介入 未來台海衝突 說真的 我還是講白話 美國還是以他自己的利益 為考量 第一個他要維繫 他跟中國 美中台三者之間的平衡 所以他要怎麼去玩這件事 玩 國際政治就是一件玩 他是一個下棋的一個角力 我在討好你的同時 我也不想得罪另外一邊 那我在討好另外一邊的時候 我也不必要把你拉到最上面來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 說真的 我們講鬥而不破 什麼叫鬥而不破 你弄我試試看 然後你也說 那我就是要弄你怎樣 結果旁邊的人就等著看好戲 對 瓜子都買好了 啤酒也買好了 結果瓜子客完了 啤酒也要喝完了 我們兩個還在說 你弄我試試看 你在弄我試試看 我也弄你試試看 我就弄你怎麼樣 我也弄你怎麼樣 然後旁邊說 你們已經講了三天了 你到底要不要弄啊 還繼續說 我繼續弄你 這個叫鬥而不破 但問題是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妙的 因為最近不是 在調查匯率的部分 因為美國一直以來 會去注意 有沒有匯率操縱的問題 好 那實際上就 比如說你是匯率操縱名單 還是加強觀察名單 還是觀察名單 實際上我們的三個條件 都有符合這個匯率操縱 但是我們被列為加強觀察 為什麼 你覺得 我不知道你覺得呢 如果 如果今天 簡單講嘛 你有在我這裡補習 對不對 結果考試的時候 我還把你當掉 是 說不過去吧 不行 我可以明天補習 對 所以我給你第一分飄過 可是實際上 你成績是不及格 所以美國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你台灣這個部分 你也釋出善意 你又跟我買武器 我今天又把你列為 匯率操縱國 這中間說不過去吧 好 可是問題是 那大陸怎麼辦 大陸這邊要怎麼處理 他既然直接列為觀察名單 連加強觀察名單都沒有進去 所以實際上 還是在兩面討好 就我講的 還是鬥而不破 維繫盤面上這種 國際政治角力的這種緊張關係 但實際上就是彼此之間 還是都有一定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這個 氣候峰會這個 我們應該要持續 你應該持續來看一下 但是我跟 好哥 我跟你講 就拜登來講 心裡面還是有些擔憂 要不然為什麼一直維持 鬥而不破這件事 有些東西我不能讓你 進展的速度太快 美元一直是國際間 最強勢的貨幣 國際的一個清算系統 我覺得其實確實蠻麻煩 像我常常要匯款出去 你要填SWIFT CALL 什麼這些 那為什麼要填 一開始的時候我都不懂 因為你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清算機制在 那所以國際間的貨幣 你不管你要怎麼匯款轉帳 你就是要通過這個清算系統 但是如果你透過這個清算系統 簡單來講 你是不是就被美元這個體系給綁住 對 沒錯 給它綁架 那所以中國大陸一直希望擺脫這件事情 但是說真的很難 不容易 那為什麼很簡單 譬如說我今天是泰豬 那我還是得換美元再換人民幣 那你說沒有 我不是直接泰豬換人民幣 沒有 你中間就是有個清算系統 好 那有沒有可能我直接跳過清算系統 直接兌換 所以為什麼大陸要做數位人民幣 數位人民幣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可以跳過美元 好 那現在也抽了75萬人 大陸的這個民眾 抽了75萬人來試行 已經甚至可以買船票 已經可以了 你看 有沒有 用數位人民幣去買船票 當然很多人就說 那數位人民幣以後 不是可以控制得更清楚嗎 像現在譬如說有很多的貪官 大陸有很多的貪官 好 他們把錢藏在哪裡 藏在船底下 每個抓到的都是要拿點鈔機去點 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放銀行 很簡單 你放銀行我就凍結嘛 那現金是不是凍結不了 我還可以使用 還有我們是不是常看電影 這個譬如說我被追殺 那我是不是要逃難 那我就不能用信用卡 因為一用信用卡我就被追蹤了 所以一定要用現金 所以為什麼勞力士那麼熱賣 尤其是黑道兄弟最愛戴 就是不會被追蹤嘛 好 那一旦是數位人民幣 這個完全破解 因為你只有數位化了 你要怎麼藏你的錢 你要怎麼藏你的錢 所以你是說如果我用數位人民幣的話 就是政府都會知道我的錢花在哪邊 如果我要凍結你 我也不用透過銀行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要查賬 我也不用透過銀行 我都可以直接處理 那當然美國對這個部分 他是很擔心的 兩個部分嘛 第一個還是討論到 就是資料安全 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會不會從此擺脫我美元 這個是他擔心的 那確實 其實大陸在這一塊的研究已經七年 2014年就在做 那現在有沒有機會做 其實包括國際結算銀行 包括阿聯酋 中東地區 泰國 香港 香港當然會來支持對不對 但整體來看 如果真的這樣 我們發現東邊好像有機會 對 東歐市場這邊的話 有機會 俄羅斯搞不好也會參與 那西邊 美國現在也在演你要做數位美元 對對對 就是被逼的 其實本來美國沒有認為有數位美元的必要 但是一旦數位人民幣進展的速度太快的時候 美國勢必要推出數位美元 所以當時 最近這個聯準會的鮑爾 其實他也是說我們有在研究 那就是不排斥嘛對不對 那所以未來數位人民幣跟美元之間的戰爭 會不會變成選邊 你要走哪一個系統 對 你要走數位人民幣東邊這個系統 還是你要走 我覺得數位美元也會絕對會出來 對啊 數位美元 你會不會走數位美元這個系統 對 這個也是我們未來要關注的 因為 反正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的緊張 未來整個局勢的變化 甚至打到貨幣戰爭了 而且這個貨幣戰爭的規模 可能會遠比我們過去 比如說什麼黃金啊 美元跟歐元啊之間的影響力更大 那如果對我們這種 或對其他那種小國來講的話 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勢必要選邊站 就一定要選邊站 對 因為比如說如果 如果我要依賴美國的這個 金融貿易體系 那我可能要以數位美元為主 如果我要走這個 這個一帶一路 我可能要取得大陸的這些資源 那我可能要以數位人民幣為主 那變成以後的世界蠻兩極的耶 所以我就說 今天不是說 未來能不能共存 對 如果不能共存的時候 這個貨幣之間的混亂 可能是有的巧的 這個比可能真的 實際上戰爭還要恐怖 可能真的就是所謂的第三次 也不要講世界大戰 第三次 類似 海嘯嗎 類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貨幣戰 貨幣戰的時候 在這裡 在這裡 不看容貌 不分體重 沒有年齡 讓我們分享給你 自信做自己的作秘訣 讓自己和家人 更健康的一切方法 本來我們一直認為拜登看起來滿好欺負的 軟腳俠 對不對 連走樓梯 對不對 我們上次還撩 對 這個軟腳俠 沒想到態度很硬 而且他列這個制裁清單的速度 比川普還快 包括連賣武器給我們的速度 也比川普快 也很快 那所以你會去想 習近平的態度 你不要覺得我想要放軟 沒有 我對你的制裁 硬上加硬 好 那現在IMF就示警說 中美科技戰 中美之間的科技戰 衝擊是貿易戰的四倍 之前川普加關稅這件事 影響全球的GDP 是衰退了0.4 0.4 衰退0.4 好 那這一次他們預估這個科技戰 如果真的持續的開打下去的話 對全球經濟GDP的影響是5% 很可怕 20倍 很可怕 那你去想一下 今年 我們台灣的GDP 差不多就是大概3 甚至超過4 也還不到5 對不對 那美國有可能在這個 整個技術建設推行 GDP可以衝到6.5 那這5一扣掉 我們等於就變富的了 那就美國來講就剩1點多 那對很多國家很多區域來講 基本上他就會出現大幅度的衰退 那為什麼美國難道他不擔心嗎 實際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半導體這個部分 為什麼呢 如果他不做這件事的話 我們先講整個狀態 因為大陸一直是半導體 簡單講就晶片 講半導體有的人還是搞不太清楚 簡單講就是晶片 我手機要晶片 汽車要晶片 電視要晶片 反正現在你數的 你能想像的插電的東西 都要晶片 現在連電風扇裡面都有晶片 那都要晶片的情況下 我就要採購半導體 這個產業對不對 好 那其實中國大陸 一直是半導體採購 最主要的一個大國 現在有一個問題了 問題是什麼 如果一直讓他採購下去 他科技的進步的速度 這麼快的話 其實對美國來講 確實是一個威脅 所以你看之前在半導體裡面 我們講很高階的 就像台積電 就是很高階的 我們講5奈米 3奈米 7奈米 這個製程就是很高階的 那這個高階用到一個機器叫EUV 叫極子外光 好 那之前他們就把這條路給封死了 簡單來講 就是你要做高科技 你要做超級電腦的運算 你要做所謂的AI 什麼這些人工智慧 你沒有EUV 你也不用去想 那沒有設備 我跟別人下單可以吧 不行 這個制裁刀子一切下去 線一畫 你買不到設備之外 你連跟別人採購 最後的都不行 我請你代購也不行 因為你名單發現是我中國 就跟你切割了就這樣 好 那中國大陸怎麼想 很簡單 那我去買你的二手設備 對我自己創建 我自己的晶圓市場可以吧 對我去買二手設備 OK 可以 這條路當時沒有封 沒有封鎖到 所以日本就 日本就大量的賣 二手設備給中國 新的設備不能賣 那我日本我把我二手設備賣給他 這一條路行得通 所以大陸就大量的採購了 這個二手設備 基本上日本九成的二手設備 都被大陸買走了 是 好 但問題是這個設備二手嘛 自然就是舊的 所以是不是舊的製程 都比較舊的技術 沒關係 做出來的晶片還是可以用 對啊 或者是說我把幾個舊的弄一弄 包裝一下 能不能讓它運算速度 就是說 你是做一台運算速度很快的電腦 那我找四五台比較弱的 合在一起變成一台很厲害的 可不可以 也是一個方法 他們就往這個方向走 那當然就美國也發現 怎麼沒賭到 所以現在生子外光叫DUV這個機台 也被它堵住了 所以確實對中國大陸來講 產生很大的一個影響 但我們別忘 中國大陸畢竟人口多 消費的這個金額 數據是很大的 那你不賣東西給我 就好像說你不賣吃的給我 我不能叫外賣 我得想辦法自己煮嘛 煮一煮煮一煮變阿基斯了 懂我意思嗎 就一開始我是什麼都不會的 我知道叫外送嘛 好 結果被逼的 你說你不能再叫外送了 太浪費了 怎麼樣 好 那我自己煮可以吧 那剛開始一定很難吃嘛 飯還煮黑焦了 蛋也煎到兩面黑了 但是會不會進步 肯定會 我買書來看嘛 你說不能出設備 你沒有說我不能買書嘛 那挖人才也可以嘛 對不對 我找一個廚師來家裡 我跟他學嘛 到最後有沒有可能 我就變阿基斯 有可能 那如果是這樣 我是不是真的就不叫外賣 如果是這樣 中國大陸就真的不再跟 大陸以外的科技市場 來叫貨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IMF的警告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如果真的自給自足的時候 你要小心 他對全球GDP的影響很大 你要不要付出這個代價 這個也是我們得去思考的 那當然短期間之內 我覺得美國也沒想這麼多 先把他弄死 對 鬥而不破 我要跟他鬥 那反正我也 你也沒怎樣啊 但這個籌碼要下很大 因為我不確定能不能把你毒死 不管 沒有我沒有要毒死你 因為我下了毒你也沒事 你身體健康嘛 對 對不對 但是後面會產生的後遺症 我先不管 對啊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當然對對臺灣一定有有利嘛 譬如說聯電就受惠了 因為他就成熟製程 立基電也是 他他真的是很後段的成熟製程 然後世界先進也是嘛 那他要買設備也是可以買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其他本來要跟大陸拿這個 這個晶片的這些廠商也會往他走 所以確實有機會受惠 但是我們這裡面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會受惠多久 這個甜頭能吃多久 一旦矛頭沒有再指向中國的時候 這個部分會不會又產生一些 其他的影響 也是我們要留意的 我們也不能說全然的就說 那以後就爽到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也要注意 OK 當然 為什麼 我覺得有 他就是一個兩面的 就是說 今天大陸的單子都在我這 我可以賺很多錢 那但是突然被抽走 我也會很慘 那大陸不能下單 轉單效應很好 但是一旦轉單的這個機制沒有了 我也可能會很慘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現在台廠 他們一直在面臨的問題 那因為最近大家很關心這個四星KY 這個四星KY 其實你看他的這個高速晶片 突然之間你看他的單月營收 從3億衝到10億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厲害喔 當然投信就大買了這一家公司的股票 一股作氣 持有他的股票 因為這是貴的 投信那時候大概都買在五六百塊 那一張就要五六十萬嘛 那買了快九千張 就所有的幾個主要的投信 那買了以後當然沒想到突然之間 有一家公司 就被華爾街這個日報 華爾街郵報 點名說 大陸有一家公司 既然在研究這個超級飛彈 那如果被他研究成功 因為超級飛彈很厲害 它可以躲過雷達嘛 對不對 而且射程又遠 那為什麼 因為就它裡面有高速運算的機制 對不對 那你就要晶片 那結果他們發現說 大陸有一個企業 他已經有辦法演算出 超級飛彈的路徑 那你這個電腦要多厲害 你晶片要多厲害 他們覺得很奇怪 可是你大陸目前的技術 應該沒有辦法達到 沒錯 美國就是這樣懷疑 結果一看 怪怪了 這個他所用的晶片 既然是台灣某家企業 他也沒有講哪一家 就他裡面就寫大陸某企業 然後怎樣怎樣 台灣某企業既然供應晶片 給他們做軍事用途 這事情大條 而且很妙 這個新聞出來沒多久 我印象中 當天新聞出來 隔天 他點名的那一家 就華爾街郵報 點名的那一家大陸企業 馬上被白宮列入制裁清單 馬上就被列入 馬上 不像以前川普 川普以前也是話講得很大聲 而且都跟你講 我要揍你了 先喊很大聲 你喊那麼大聲 是要怎樣 重聽吧 是怕我不知道你要揍我 類似這樣 拜登不是 我跟你講 小搖耳朵嘛 馬上動手 直接 對 那這一家就飛騰 然後呢 他們說 你這個晶片 應該是台積電供應的 可是實際上也不是台積電供應 因為是四星供應 但是四星有找台積電代工 但問題是就台積電來講 他確實不知道 對啊 因為是你四星下的單 但現在未來搞不好 美國又會自出另外一道 更嚴格 就是說 你要 好像說我今天 我便利商店 對 不要說便利商店 就是一般的 譬如說 廚具店 你要賣刀子 切水果的刀子 廚具給你的客戶 那客戶當然有可能拿水果刀 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 我賣刀子給他 你這個刀子是合法的嘛 那他要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 不行 你要調查 他買刀子是真的要切水果 還是要切不法的東西 有不法的意圖 你要了解清楚 這是你的責任 如果這樣以後很麻煩 但是確實 現在還沒有 我先解釋一下 現在還沒有 但大家擔心 所以與其這樣 我就不賣刀子了 是不是就變這樣 這樣比較省力 對啊 然後不只刀子 可能連刀片我都不能賣了 因為未來連賣個刀片 我怎麼知道 他會不會拿刀片去亂割的 感覺是有點連作法的感覺 而且變成擴大解釋了 好 那這樣當然就會 對我們台灣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為了避免 就乾脆 全部壁掉 那所以當然就給四星 KY帶來很大影響 你看跌艇 一二三 很慘 那當然最慘就是 這個 投信 所以當時其實這幾天 連續賣 我看 這兩天就賣了四五千張 而且就是在 好不容易 這個跌艇打開 趕快拋 全部 當然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確實我們要注意 就是說 就像我剛才講的嘛 剛開始是 這家廚具店 他賣了刀子 然後人家拿了去做 做這個不法的 然後那家廚具店 可能也被牽連 好 那現在大家就開始想 那未來如果擴大解釋 乾脆我們都不要賣刀子 對啊 那做刀具業是不是就很慘 是 所以這個我們要注意 這個我覺得我們要注意 OK 那因為確實 你看像這個 這個另外一家 很妙 就四星天外不是跌嗎 那當然因為四星天外 他自己在 法說會的時候 他有承認 我們真的有出貨 給這家飛騰 占我們營業 營收比重大概25% 這樣 也沒有大家想的40% 這麼多 諸如此類 他就解釋 但我們也不是全部出貨 給他們什麼的 可是很奇怪 就是說 他跌完 換另外一家 叫金利科 金利科 對 那結果他就開始暴跌了 對 好 那為什麼他也暴跌 因為他有個客戶 叫中科瑞鑫 但問題是 這個中科瑞鑫 實際上 他到底是不是 軍方企業 或是央企 背景肯定是 有這個 官方的 所以他是大陸商 大陸的 那確實有 官方的色彩 當然也被定義為 是中央器 就中央所屬的企業 但問題是呢 他做的是繪圖晶片 那繪圖晶片的運算能力 比一般的CPU來得更強大 那問題是金利科 他給他的訂單 是CPU 對 那似乎跟他的 這個繪圖晶片 又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繪圖晶片 我可以去做很高階的演算 包括我們講人工智慧 深度學習 這種東西 可是問題是我的是CPU是這樣 那他就說 那所以你們都誤會了 因為他有出一些低階的產品 比如說刷卡機 客戶管理系統 發票機之類的 對不對 好 但是有人就講說 因為現在對大陸來講 我要取得高階的晶片 有沒有困難 那我就把幾個 比較低階的拼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達到 高階的運算能力 就有這樣的說法 好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就有問題了 就有問題 當然金利科說 實際上 當然客戶會不會去做軍事用途 他們會在意 他們如果真的有 不行 或是真的被列入制裁 他們也不會出貨給他 這個沒有問題 是 他們也會遵守 但市場當然會擔心 這一旦制裁下去 也會有影響 但還沒有 這家還沒有被列入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就要去想說 就以我剛才講的 超級飛彈來講 其實就是一種 人工智慧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的飛彈 我可以自己計算 你的雷達什麼 我可以自己閃 我最後目標 我就是一定要到 而且現在譬如說 像美國的一些 飛彈或是無人機 它已經可以做到什麼 即使沒有 這個衛星的定位系統 它一樣能夠到達目的地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把地圖 寄在我的腦海裡了 就好像我們人腦一樣 開車沒有地圖 我們能到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寄在腦海裡了 我自己會透過 我走的距離去演算 那這就需要很厲害的晶片 當然要 所以他們現在大陸也擔心 美國也擔心的原因在這 當然就引發了股市的一個修正 所以我覺得未來 我們也要注意 就是說台廠會不會有一些 因為在這種科技戰的這種氛圍之下 然後又踩到雷 因為以前說真的 能夠接到訂單 大陸的訂單 大家都覺得蠻爽的 因為金額大量大 大家都覺得說 那能夠接到大陸的單子 那很不得了 像2012年 那時候我去上海的時候 剛開始我都覺得 這不就人多嗎 有什麼了不起 委屈 我就發現當地很多大的企業 說真的 光賣牙籤就好 13億人口 有1億人用我的牙籤 我就賣1億支 就發了 就發了 它很簡單的一個思維 那我開火鍋店 我可以開多少連鎖店 那個開下去不得了就發了 那時候我們都也抱著這種發財猛 那當然演講上節目不得了 那我回來我同學就潑我冷水 哪有那麼容易 那邊有13億人口 你就可以拿到1億訂單 那台灣有2千萬人 你有拿到2百萬的訂單嗎 沒有 那你怎麼可以照這樣的比例去 對不對 好 結果有一天 隔了幾年後我同學去回來 我跟你講 陳彥不得了啦 我說不得了什麼 對啊 好還是壞 13億人口 隨便我拿1億個 當初不是潑你冷水嗎 對 你不是潑我冷水嗎 對啊 我說13億你就拿1億 台灣2千萬 你有拿2百萬 我反過來潑他冷水 其實現在台廠也面臨到這種困境 過去這麼大的一個市場 你能拿到訂單 那真的恭喜 但是現在這個訂單一旦不見 受傷也很重 是沒錯 所以那譬如說IC設計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特別注意 未來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IC設計 就是說有一些可能過去 這個一直靠著這個大陸訂單 或者是說 它一直在這個紅線邊緣的 那未來慢慢的大家發現 或是說它主要的營收來源 是來自於大陸的時候 我們確實會擔心市場 因為對投信來講 就是說今天你是投資長 豪哥你就跟大家下令說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地雷 長得像的 我們就拆掉吧 對不對 或者說我今天地雷區 長官說把雷全部拆了 那已經爆了要不要拆 你怎麼證明它已經爆 你要去試嗎 不可能嘛 當然反正全猜就對了 所以未來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有可能的股票 都遭遇到賣壓 這個也是我們要稍微注意的 要稍微提醒自己 不然到時候 如果因為我覺得 怎麼講 拜登這個人也蠻妙的 就以前我們之前不是聊過 我說天蠍座 他是這樣 表面上跟你和平共處 其實私底下 他不斷地在思考 我要怎麼弄你 對 他會記仇耶 可是他在弄你的過程中 你生日他還是送禮物給你 因為出來吃飯都沒有問題 可是私底下他一直在想 所以你說 制裁清灘這麼快出來 然後好像又沒有防賭完整 因為我制裁清灘出來 你還是活得好好的 再賭 再繼續圍賭 再繼續圍賭 而且在圍賭的過程中 他也不會管 過去跟他合作的人的死活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也得去思考 台場的部分 我剛才講的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不要太樂觀了 因為這幾天 看起來這兩個股票 似乎有買盤進駐 但是問題是 未來他的營收大幅度縮減 我們賭的是制裁不會延續 制裁不會延續 那又不得了了 因為營收又回來 股價要大漲 但是我覺得這樣還是一個 賭的一個思維 那也不要貿然的去 去就是 因為他不是 目前這個議題不是謠言 是真的 是真的在進行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稍微 謹慎 因為當然投資有賺有賠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有時候 你take這個risk 你不見得能夠拿到這個收益 但是對於超短線的人來講 會不會聽不進去 馬上還是一樣殺進去 因為利潤很盡量 你從跌停打到漲停 這個來回是多少 20% 對啊 所以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不過講到這裡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狗級的會跳牆 也這樣講好像沒太對 是真的會跳牆啊 我沒有說誰是狗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在比喻說 人被逼急了 會想辦法轉變 我會這一次想啦 所以你看喔 華為之前的手機 我們也聊過嘛 說你裡面不能裝什麼系統 什麼系統 剛開始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賣嘛 可是慢慢的到最後 你連晶片都拿不到的時候 你真的要怎麼賣手機 高階晶片 我想高階晶片 或者說大陸自製的晶片 能不能應付它手機的需求 當這個部分不能滿足的時候 我們就講它跑去賣租啊 什麼什麼 其實走的是AI 所以很多人就猜說 華為要賣車 你知道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其實各大車廠 因為傳出來什麼北汽 長安廣企要跟它合作 記者去訪問 否認 對一定是的 沒有啊 你們怎麼會有這種謠言 結果才否認沒多久 馬上 馬上破天荒 旗艦電車子就出來 其實這是一種商業機密 我要營造驚喜感 你給我說溜嘴 這怎麼可以 那所以這個一出來 那種驚喜感就有了 這一台賽利斯是 華為跟小康 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的 就大陸的企業 叫SF5 那這一台車子出來 當然就是電動車了嘛 而且它搭載的 就是華為的幾個主要系統 包含它的電驅動系統 它的這個high car系統 還有它的音效的整個系統 它就搭載了 那這個系統 等於說它把 華為的這個相關的 娛樂面的系統 放進來 好 所以華為是不是切入電動車了 是的 那更重要的是 接下來搭載 鴻蒙的 這個整個系統 作業系統 對 作業系統搭載進去以後 等於我可以利用它的作業系統 再去開發更多的應用程式 應用在這整台電動車裡面 對 我可以啟用更多的功能 是 所以它 這一台SF5 是確定開賣 在上海 深圳跟成都 價格在多少 有沒有可能30幾 價格在20到40 幾種不同 20幾吧 我記得20幾 那這個車款是年底要開賣的 年底要開賣的 那這一台就跟不得了 因為它還拍了一段影片 這個影片是這台車上錄了以後 從頭到尾方向盤後面 後面沒有坐人 完全無人駕駛 因為我們之前的無人駕駛 它拍給我們看是不是 還是在車上 那為什麼 我要避免失控 我隨時可以介入 它這一支影片 這台車就是 中文叫翻幾湖 就 阿克法斯 阿法斯 這一台 基本上它的自駕技術 因為 Level 3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已經可以達到 自駕 但是你要在特定的範圍 可是實際上 我看這支影片 我認為其實已經達到 Level 4 可是我沒記錯的話 特斯拉是不是才Level 2 Level 2 所以他說超越特斯拉 那當然 我看完影片 我認為是達到Level 4 因為Level 4就是說 不論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 都可以自駕 但是你還是要設置方向盤 就法規上 如果你達到Level 5 你可以不用裝方向盤 就我一上車 就直接 像電影一樣這樣子 我要怎麼開車 我手放哪裡才好 對 好 只好放隔壁的大腿 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 當然它在這過程中 有幾個點 譬如說像我們一般自駕 大部分現在就是前後的距離 前面擊殺 我跟著擊殺 OK 好 然後甚至前面擊殺 我趕快閃對不對 這可以做到 但是它這個自駕 轉彎 有行人暫停 好 它要換車道 有一台摩托車過來 它趕快切回來 甚至在路邊的時候 有人突然開門 路邊突然開門 這個很可怕 對 往往事故都這樣發生 它趕快變 就是閃過 所以我覺得 有這麼聰明 當然這影片嘛 不是 這感覺好像是有人 就是有人把你代駕的感覺 而且比人腦 因為他 因為你人腦可能 你還沒有注意到 對 可能還會突然 撞到 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我自己都發生過 真的喔 而且是我開門 害別人撞到 這個是不對的 不對 但問題我的意思是說 照這樣來看 他說 他說 他超越特斯拉 對 看起來是這樣 但講到特斯拉 他超越特斯拉這件事情 很妙 怎樣妙 為什麼 因為 在這一次上海車站 就有特斯拉的車主 在車場裡面大鬧 你說 特斯拉的車主 在車場裡面大鬧 所以很諷刺 因為 他推新車 對啊 說超越特斯拉 然後特斯拉的車主 大鬧說 你的車子 煞車失靈 導致我們出意外 而且因為很嚴重 他也蠻常傳出 的確是在自家的部分 又不是在美國又出了嘛 也種路邊的樹什麼的 對 但是每一次 就是說出意外 特斯拉的官方態度 一律說 是你們自己沒有做好操控 我們 我們 而且 而且這次美國這個 燒到整個車子 都變變黑了 是蠻嚴重的 也讓我們擔心 就是說 這種電動車的安全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說蠻諷刺的 但是 確實也對特斯拉 產生影響 而且 你知道 特斯拉是一個 碾魚效應嘛 之前在大陸 其實電動車 大部分 大家就講 我要做電動車 幹嘛幹嘛 那片補貼的比較多 那我們也沒有真的看到 就是很厲害的品牌 把車子 也有啦 比亞迪有了嘛 對不對 然後像這個 這個 這個 武林宏光也有了 這個 這個未來汽車也有 都是因為 特斯拉到了大陸以後 車子賣得很好 刺激大家更努力 做電動車 所以現在華為出來 其實大家也還蠻期待的 就覺得說高階的電動車 或比較有能力的電動車 我們一定要買特斯拉嗎 華為 其實說真的 如果不是 這個 從川普開始 對不對 那全球銷量第一的品牌 就是華為 是 那所以這個確實把整個 大陸電動車品牌 這個競爭的氛圍 整個激起來 等激起來 對 那我們當然也拭 當然也拭目以待 會不會給特斯拉帶來更強烈的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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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 產生的火花 現在小米有投入嗎 小米有投入什麼 這個電動車市場 目前是雷軍成立了一個工 他們成立一家公司 他們投資一家公司 一百億美金 然後小米雷軍 親自領軍 他說 這是他人生當中 最後一次最重要的創業 他說賠錢也沒關係 他說一定會賠錢 最重要他講那句話是 我賠得起 好霸氣 霸氣很霸氣 那他也要投入 投入 當然他的作風 其實就很像華為做手機 小米如果做電動車概念也 也差不多也是類似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大陸如果來做電動車 會有機會成功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大陸在燃油車市場 一直沒有辦法跟大廠競爭 但是這幾年跟大廠的合作 跟賓士 跟BMW 跟福斯汽車的合作 他們的造車技術 其實是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就在引擎這個部分沒有辦法 好 那電動車不就電動嗎 對 不就電池嗎 不就馬達嗎 好 再來電動車我會講三個環節 車體 動力 跟娛樂 就軟體的部分 那軟體的部分不就是華為 小米 夠強 夠強 對 那車體的部分 那基本上 這些車廠已經起來了嘛 好 那動力呢 實際上 什麼寧德時代這個電池 是在哪裡 在大陸 電池的最重要的材料來源在哪裡 鋰電池 幹風鋰業 是大陸非常重要的鋰電池的供應 是 也在大陸 對 所以 還有電動車非常重要的 我們叫電池隔膜 既然也是大陸廠商 對 那 這些東西 他們其實 這些大陸廠商也供應LG 寧德時代這些 所以變成就產業鏈來講 它其實 會比到美國更有一些機會 因為畢竟關鍵材料掌握在他手上 對 所以如果 所以特斯拉你注意看 之前川普在制裁中國的時候 特斯拉 其實表態他還是會繼續在大陸 設廠賣車 然後他其實也不斷的示好大陸 為什麼 特斯拉需要的電池裡面 非常重要的原料 就在大陸手上 那電動車的話強調是續航力 那如果現在華為出來的話 他說一千公里 比特斯拉還厲害 六百七十嘛 比他還厲害 當然這個 這個後面我們都有待檢驗 對 有待檢驗 他自己喊出來一千 對 我有講有待檢驗 但是確實如果達到的話 不論自駕的水平 對 或者說續航力 等等 各方面 其實會超越特斯拉 哎呦 這就是蠻精彩的一場 期待 對 那當然講到這個 講到特斯拉電動車 好貴喔 怎麼買 怎麼買啊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我沒有辦法買啊 一張卡拿出來刷了 光是卡就可以刷 對啊 什麼卡這麼厲害 好 其實這個卡就叫黑卡 不是黑色的卡 假如我本來今天 我正要說黑卡 因為製作人說 我有沒有黑卡 我想說有啊 我的卡就黑卡 你真的有啊 然後後來我一看 你是說這個黑卡 不是長了黑色的卡 光是外表差很多對不對 好哥我跟你講很有趣 後來那個 因為我的卡 也算頂級啦 但不是黑卡 我就發現 他們都把它印成黑色的 因為以前我們的觀念是什麼 白金卡 對啊 金卡 白金卡出來真的是白金的 然後金卡真的是 整張是金色的 然後後來我 因為我不曉得嘛 那我就想說 我就是要辦卡嘛 然後他就說 他們有推那個頂級的卡 問我要不要辦 對 然後呢 那我就說 萬一資格不符 你要不要改 就是往下一個 往下 然後我往下看 奇怪 下面怎麼是白金卡 然後再往下金卡 那我這是什麼卡 他說我們現在頂級 極致卡 那我一看黑色的 我說那你這是黑卡嗎 他說不算啦 但是他們 也就是他們裡面 在他們系統裡面算是最高級 那像這種卡 真的 我說真的還不錯 真的 譬如說像我們 之前可以出國的時候 我那個趕飛機啊 最後一刻 我不用排隊 我直接就到櫃台 真的喔 卡拿出來 我就直接check and in 就是 真的是尊榮的享受就對了 就是一堆人排隊 對 你很爽耶 那種羨慕的眼光對不對 但是通關的時候 還是照理 還是要 這OKOK 那沒辦法對不對 這個合理 因為那個是另外一件事 還有就是 然後趕快衝過去嘛對不對 肚子很餓嘛對不對 怎麼辦 貴賓室 然後貴賓室 很多人不是要去吃頂泰豐嗎 還要排隊 還要定位 不用我們進去頂泰豐牛肉麵 要吃幾碗有幾碗耶 真的假的啦 就這樣子啊 對 然後你說 不要被打擾 不就是這種這樣子嗎 然後你什麼 什麼 葡萄酒 什麼 隨便你喝 然後 當然這樣不太好 就是我常常會 多拿一些 因為你只要一過海關 拿著飲料 就可以帶上飛機 對不對 然後就 貪小便宜 因為我也會這樣 貪小便宜 當然是不對 不要貪小便宜 不要貪小便宜 不要這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卡 但是我們的卡 就僅止於此 我要講這個卡 那黑卡更不一樣 我剛才講 我已經覺得蠻厲害的 你蠻厲害的 但是 我跟你講 這一張卡 年費很驚人 因為我那張卡的年費 要兩萬塊 兩萬 我已經覺得 你可以抵消費嗎 我跟你說就是消費 本來說 沒有 不行 每年都還要繳 外繳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硬 對 可是總覺得 排隊那件事 對 就還是不想排隊 就花錢買時間 謝老師你也要排隊 好 突然覺得 還是不要排隊好了 對不對 但這個更可怕 你知道年費是多少 16萬 而且 而且首次合卡 還要多繳一筆 所以你說第一次 要給他32萬 那拼了嘛 32萬 不行 32萬 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可能半年 或一年的閒 就不見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就拼了嘛 為了這張黑卡 OK好 面子問題嘛 有時候是這樣 而且你看 這個提袋 這個盒子 黑卡 甚至重點是 裡面給你一張名片 這名片是做什麼的 有什麼問題 就打給他 他不敢不接 你就是類似 私人秘書的感覺 就是這樣 你不用自己找秘書了 也不會有性招勞的問題 不是 那可以24小時就打他嗎 24小時 真的喔 對 你尿尿半夜起來 無聊可以打給他 想找人聊天 打給他 好酷喔 他敢不接嗎 對不對 好 而且你看 要做總統套房 不用預約 甚至 今天你要吃 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要一年以上 才能約得到 對不對 好 打電話給他 他幫你想辦法 當然很多人懷疑說 你們是不是走我們 有賄賂 沒有 他們就是靠他們的耐心 或是說他可能理解 一些流程 我們可能不理解 他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幫你想辦法 他們也不是做違法 或是 他們也是循正常管道 幫你用就對了 他也不是說 我是歐巴馬 我要去吃飯還要訂 他也不是這個概念 他的概念就是想辦法幫你訂 或是透過更多人去打電話 或是跟店家溝通 能不能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那甚至你說免費升等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 我常常免費升等 這沒什麼 我常常免費升等 這沒什麼 然後你說進貴賓室 我帶各位看一下貴賓室 那像這個全亞洲第一個 美國運通的貴賓室 那其實美國運通這個貴賓室 其實跟我去的貴賓室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我覺得這並不OK 但是我還是講一下 你譬如說酒 我去的貴賓室也是 我說這邊都可以喝嗎 隨便你點 雞尾酒 你要直接拿整瓶拿去喝 OK 你有辦法你就喝 然後包括小吧檯 然後這個譬如說這個礦泉水 那個有很貴的礦泉水 有法國什麼義大利之類的 然後我忍不住 我就忍不住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掉到我的包包裡 他自己掉進去的 那甚至就是說 大部分我們去的貴賓室 他都會有一個菜單 那確實那個餐點 你如果去外面 一般的餐廳吃 隨便一兩千塊 這是我覺得絕對是起跳 我也去吃過點牛排什麼的 很高檔的牛排 這個都有 甚至你說蛋塔上面 我還加燕窩 這會不會太奢侈啦 這果汁就沒什麼了 所以基本上 裡面的絕對都是最頂級的 是 那這樣就很厲害了嗎 那我的卡也做得到啊 那這樣黑卡有什麼了不起 結果 還有更厲害的 這個我就真的不得不佩服了 這個你沒有享受過吧 火車 開過來 你就手 停 你是阿豪是不是 停 他就停耶 這才假的啦 很像漫威裡面有沒有 停 他就停 這真的不誇張 我就解釋嘛 什麼意思啊 曾經有一個黑卡的客戶 是 他下了火車以後 東西沒拿到 趕快打電話 黑卡就讓火車停下來 就這樣 這真實的 真實的 好 那叫火車停 我覺得OK 他可以煞車OK 好 飛機飛到一半 你有聽過飛機會回頭的嗎 他上了飛機有家裡水龍頭 家裡水龍頭沒關 你打電話叫朋友去關 你叫飛機回頭幹嘛 是有這麼霸氣喔 這個真的蠻屌的 那當這種我是覺得不太欣賞 但是我是覺得厲害 對啊 那我講另外一個是之前印度洋地震 那個海嘯整個過來 還有一次是南洋大海嘯 因為有朋友困在那邊 他們派直升機去 還有帶食物去 這個就厲害 去救援 這個我覺得厲害 甚至當然有夫婦 有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婚禮找人 穿插一些 好那甚至有父親 小朋友做實驗說 那個可能為了讓老師開心 還是什麼說去弄那個 那個死海的沙子 各國土壤 這個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我看的是不以為然 但是問題是真的夠厲害 甚至有企業家 他就離婚了 他很想念他 他的狗狗嗎 他那隻狗 因為前妻帶走了 他不想讓他前妻知道 可是又想知道 這個狗的近況 那要怎麼做 你是打電話給黑卡 黑卡就幫他處理完 然後說這個狗 現在還是很健康 他就想辦法 他會幫你想辦法 但是我講合法的模式 去幫你想辦法 但我有一個問題 我做這麼多 我叫火車停 然後我叫那種 世界的土壤都收集到了 請問這些需要額外再給費用嗎 這個郝董 你剛才說 你要讓飛機回頭是嗎 對 好 我們肯定做得到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費用是你買單 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還是要我買單 你怎麼不講話 你這很驚訝是什麼意思 你是我們黑卡會員 我讓火車停 你OK 費用你買單你OK嗎 OK我就馬上處理了 那你怎麼沒講話 你出聲啊 不是 你不是要幫我服務嗎 這不是你要幫我買單 我幫你服務 對 那費用當然要你付啊 是這樣啊 我可以做到 你要派直升機過去送食物嘛 這沒有問題 那請你讓火車加速直接離開 沒關係 謝謝不用停了 所以不用讓他停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確定了 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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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謝謝你 所以還是要我買單就對了 當然要買單 之前還有一個日本的富豪 是 他要買電影裡面一批馬 然後他就說他有那批馬 對 然後黑卡幫他找到那批馬 真的找到 真的找到 然後他就說 那問題是運過來運費 各方面什麼什麼的 費用很大一筆 遠超過買那批馬 OK啊 那你只要OK 他就幫你處理 天啊 有錢人的世界 我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想像 太誇張了 那有沒有人有黑卡 誰 新梅姐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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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合理啦 国际巨星 可以啦 可是20块刷黑卡 然后连密学也打卡过 他有黑卡 这个应该欧巴马是OK吧 所以黑卡不是你刚才 我刚才讲了半天 我刚才讲说 反正你16万嘛 16万 那我有了黑卡 我就跟欧巴马一样的等级 没有那么简单 你还要收到邀请 什么意思 不是我可以去办 就是你打电话给美国运通 说我要缴费 我要填申请单 你是谁 我简字豪 简字豪 简怎么写 简单 台语叫干 对 然后呢 字是哪一个 大宗自尊的字 好 好 所以呢 中天主持人 所以呢 所以我要办黑卡 OK好 那这样子好不好 你的名字我会帮你留下来 我也 谢谢你对我们美国运通的支持 那我们会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机会 是 我们评估过 如果可以 你要让火车停 要让飞机转头 我们会评估 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邀请函 如果你有收到邀请函的话 我再欢迎你来申请 他会很委婉地拒绝你